诶朋友们好 刚才有个朋友问我 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怎么回事 给我发了几个截图 我一看 原来是昨天 有两个年轻人 30多岁 一个体重90多公斤 一个体重80多公斤 他们说 我在卡电练功 被电脑戒给打坏了 马老师 你能不能教教我 混元功法 帮助治疗一下 我说可以 大家好 欢迎来到NTUCGM 今天我们要介绍 游戏王1103的牌组 今天要介绍的是 现在赛场的主流 电脑戒牌组 原本这副牌组的介绍 是已经放在 NTUCGM网站里面 可是后来发现 其实还蛮多人 对这副牌有疑问 看完了还是没有完全了解 所以就做一期影片 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它的系列故事 电脑戒这个系列 最早登场于 游戏王大百科 22期的副卡 那个时候只有两张 分别是超量怪的龙龙 还有同步怪的舅舅 之后呢 在VJump的副卡 多出了这张 电脑戒机娘娘 直到1102才正式的系列化 补了四只效果怪 分别是瑞瑞 智智 零零跟老老 它的设计背景 是来自香港 三大地区的九龙 其中有一张魔法卡 是电脑戒督九龙 在这个九龙的卡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中国风的传统建筑 还有四个方位 在闪闪发光 那是代表 天之士林要出现的位置 这个系列的怪兽 都是以中国传说中的 仙人跟仙兽 作为原型 而且他们都会有叠字的名字 是一个还蛮有特色的系列 在九龙城的四个方位 分别有代表 天之士林的电脑戒门 所谓的天之士林 就是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有他们相对应的电脑戒门 作为永续魔法 或是永续陷阱 让这些电脑戒怪兽 可以传说到现实世界 这个系列的效果怪兽 总共有六只 而且非常规律的 分成了三组 第一组是风属性超能族 他们是古代的仙人 瑞瑞跟老老 他们是协调怪兽 另外一组是地属性幻龙族 他们是古代的瑞兽 他们是非协调怪 分别是智智跟玲玲 第三组是有目的效果的目的组 风属性超能族的娘娘 还有地属性幻龙族的兔兔 他们都有从目的复活的能力 可以从非协调怪 复活变成协调怪 他们每一组的等级设计 都是一个三星 一个六星 可以看到瑞瑞是三 老老是六 智智是三 玲玲是六 娘娘是三 兔兔是六 这样子三加六才会变成九 就是围绕三六九三个数字 在额外怪兽的部分 也是围绕三六九三个数字在设计 有两个系统分别是 同步还有超量 同步怪兽的话是 风属性超能族 目前有一只六星的旧旧 还有一只九星的仙仙 超量怪兽的话是 地属性幻龙族 分别就是青龙 朱雀跟玄武 这样子白色跟黑色 双轨的运作方式 就是中国传统说的 太极生两仪 阴阳两面的调和 白中有黑黑中有白 超量怪兽的四方圣兽 各会在九龙界都开一个 电脑界门 传送这些仙人或是仙兽 到电脑界都九龙 目前有出了青龙门 朱雀门 还有第三张玄武门 这些卡片都是永续魔线 用来辅助本家的怪兽 在1102出了电脑界的主体系统 总共有四张效果怪 一张同步怪 两张超量怪 跟两张魔法卡 一张陷阱卡 总共有十张的新卡 让它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在1103又加了一张陷阱卡 电脑界门玄武 这次为了完整的讲解 会连以前的娘娘兔兔 龙龙跟舅舅一起来介绍 让大家可以完整的了解 这副牌到底要怎么样运作 接下来介绍一下 电脑界它的系列特色 刚刚的介绍里面知道 怪兽等级都是369 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它的王牌怪兽 是传说中的狐仙 电脑界狐仙仙 这只同步怪兽是九星 所以它们的效果怪兽都会以合计为九星 类似的效果分成三组 风超能加上帝幻龙的组合 第一组是瑞瑞跟玲玲 它们是运作组 效果上有类似的地方 另外一组是续战立组 是老老跟自治 老老是六星风超能协调 自治是三星帝幻龙非协调 它们两个的效果都是用来增加自己的续战资源 再还有墓地运作组 娘娘跟兔兔 这两张是在墓地辅助前两组的怪兽使用的 这样子三组的组合合计都是九星 前面的这两组都可以同步成王牌怪兽电脑界狐仙仙 接下来就是这主力的四只怪兽 它们都有共同的效果 是这样子写的 磁卡在首排存在 以我方场上电脑界卡一张为对象可以发动 和该卡种类不同的电脑界卡一张 从牌组送入墓地磁卡特殊召唤 之后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这是它的后续效果的部分 然后一个据点 这回合我方只能将等级三或阶级三以上的怪兽特殊召唤 非常的复杂一个效果拆成的四段 其中有不同的只有它后续效果的部分 这是一个共同的手牌启动效果 而且是要选定自己场上的卡片作为对象 发动之后会从牌组送一张不同的卡片进入墓地 然后从手牌特招出来 之后再试用它的后续效果 然后会给予玩家一个特招限制 这边的特招限制是只能将等级三或是阶级三以上的怪兽特殊召唤 等级或阶级只有一二的怪兽都不能够再特招了 那重点是不能够link召唤 因为link召唤的怪兽没有等级也没有阶级 那这样一个效果要分成四段来处理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比方说你要发动手牌里面瑞瑞的效果的话 你场上必须要先有电脑界本家卡片 在手牌发动瑞瑞的效果指定你场上的电脑界本家卡片 然后你再从牌组里面丢一张不同种类的卡片 比方说是怪兽的话就是丢陷阱或魔法 如果是魔法的话就是丢陷阱或怪兽 丢完之后呢瑞瑞才会从手牌里面特招出来 特招之后呢才可以适用瑞瑞的后续效果 每一张都是这样的处理 先点然后丢之后再特招再处理他后续的效果 最后自己再受到一个特招的限制 那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效果的分四段处理哦 有很多的重点 第一个是他要选自己场上的卡片发动 之后才会进入到连锁 所以假如说在连锁之中你所选的对象消失的话 后面都不会再继续处理 不会堆幕也不会特招就这样子卡在手上 比方说你瑞瑞在手牌发动效果选了场上的青龙们 对方连锁一张宇宙旋风 这样子连锁处理 先处理宇宙旋风让青龙离场 场上对象消失了 瑞瑞就会卡在手上 不会处理后续的堆幕跟特招 再来就是连锁处理中对象卡片变成里测的话 一样是后续不处理的 比方说你用瑞瑞的效果选场上一张娘娘来发动 对方连锁了月之书 连锁处理中月之书将娘娘给覆盖起来 因为里测卡无法判定种类 略略的效果就不会处理 就会卡在自己的手上 那有些人可能会疑惑说 即使被月之书盖起来 我里测的怪兽名义就还是怪兽卡 那为什么会无法判定呢 因为规则上面里测卡片就是不知道的情报 就算他放在怪兽格 但是他本身还是里测卡片 规则上他是视为未知情报的 并不能够判定他的种类是怪兽卡 再来第二个重点是 这是一个效果的分段处理过程 点完场上的对象之后 会先从牌组送牧并且从手牌特招 送牧跟特招是同时但是是有次序的 先送牧再特招 特招到场上之后才会继续处理后续的效果 这个意思有什么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你后续的效果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处理的 只有送牧跟特招是一定要执行 至于你后面的效果要不要处理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比方说你可以发动效果特招瑞瑞到场上 但是不处理他后续检索的效果 再来就是前面的送牧跟手牌特招是同时而且有次序的 他的重点是假如说你在连锁的处理之中 发生了一些永续效果的适用 导致前面的效果没有处理完整 后面是不会再继续处理的 举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 卡片没有成功送到目的的话 后续的重手牌特招就不会处理 怪兽就会被卡在手上 比方说你发动瑞瑞的效果点场上的青龙 对方连锁了宏观宇宙 这个连锁处理的时候宏观宇宙适用 你必须要从牌组丢一张卡片到除外区 但是因为卡片没有被成功而送到目的 瑞瑞就没有办法从手牌给特招上场 后续的检索效果也会不处理 那不止如此 假如说你干扰的部分是特招 没有特招成功的话 后续也是不会处理的 比方说你发动瑞瑞的效果点场上的青龙 对方连锁的虚无空间 这个连锁处理中因为双方不能够特招 你的瑞瑞就会被卡在手上 那因为他卡在手上没有特招成功 所以他成功的后续效果也不能够再继续处理下去 总而言之的话 大家可以记说一个分段的效果如果发动成功 并没有被无效的话 连锁处理的时候是会从前面处理到后面 前面的部分一定要处理完整 才会处理后面的部分 有很多的卡片都有类似的分段效果 比方说尼比鲁隕石 或者说闪刀机的魔法卡 也都是这样子分段效果在处理的 只是说电脑界它比较复杂一点 它分了三段 再来第三个重点是 刚刚前面的效果内容 跟后面的特招限制 中间的连接词是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也是分段效果的另一种格式 代表它后半段这个是效果的一部分 必须要在效果发动成功之后 才会受到限制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种以据点来连接的前后两段的话 是不管前面有没有顺利的处理 只要效果没有被无效 后面都会受到特招限制的 比方说像上面举例的状况 你发动锐锐的效果 选场上的青龙 对方连锁发动了一张宏观宇宙 最后的结果就是锐锐会卡在手上 但是你后半段的特招限制 你还是受到了限制 虽然说最后你的锐锐是卡在手上 没有成功的特招上场 但是你这个效果已经生效了 以据点连接的后半段 也就是特招限制的部分 还是要正常适用 这样子的分段效果其实还蛮有特色的 前面的送目跟特招是要依顺序来处理 后半段是一定会处理到 同时有着两种不同的分段效果处理原则 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系列 最后一个要强调的重点是 这个是一整个效果 中间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完全不能够插入任何的连锁 所以假如说你要无效锐锐的话 是他在手上发动效果的那个时候 你就要去连锁他 比方说你要丢灰流让他无效 是必须要排成锐锐连锁一 灰流连锁二的 不可以说对方已经发动锐锐效果了 然后开始要处理了 从牌组送目特招上场 要处理他的检锁效果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用灰流 去打断他的效果处理的 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他是一整个效果分成四段 你要无效的话 就是把他整个效果都无效 不能够挑其中的一段来无效 而且已经确定不连锁了 在效果处理之中 效果处理中间是不能够被任何的效果去打断的 一路的从送目特招 再处理后续效果 再处理到特招限制 这样一次的完成 还有一个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这一连串效果都是同一个效果 都是在手牌发动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技能剥夺适用之中 热热在手牌发动的效果 特招到场上 之后还是必须要处理后续的效果 就是他还是可以检索 不会因为技波在场上就没有办法检索 是因为这个是手牌效果 手牌效果发动是不会被技能剥夺给干扰的 所以说发动成功之后就一路的处理完 好那光是讲到这边 其实有很多玩家就已经不太懂了 这也是导致这副牌这么复杂的原因 你要先搞懂说分段效果他的处理原则 在运作上算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牌组 大家如果说还比较不熟的话 就可以停留在这一页 或是倒带回去再听一次 这边比较难懂一点 那即使是这样子解释完之后 应该还是很多人不懂 就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设计 政府牌原本的设计就是太极 太极的话就会想到太极的宗师 马宝国 马老师教我们太极都会有三个步骤 接、化、发 那接是什么接呢 接就是点场上的对象 因为我们传统功夫是点到为止 所以你要先点对象才能发动他的效果 发动效果之后呢 你就要开始化 我们传统功夫是讲化境的 从拍子里面丢一张不一样的卡片到目的里面 那有了化境之后呢 你才会进入到发的阶段 那发是什么呢 就是将怪兽从手牌特召到场上 并且试用他的后续效果 就是发出你的闪电五连边 所以接化发、接化发 它是一体的 有接才有化 有化才有发 有发才有展开 只要你懂了接化发之后呢 这个电脑界就很简单了 啪了一下就展开了 很快啊 那如果说你遇到的年轻人 比较不讲武德的话 一上来就是一个月之书 一个宏观宇宙 一个虚无空间 显然是有备而来 来骗、来偷袭 69岁的老同志 接化发任何一步失败 这个效果都会卡在手上 没有办法处理下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电脑界他的单卡 那因为效果都是一样 只会讲他的后续效果的部分 第一张电脑界员 瑞瑞 他是三星的协调怪 风属性超能足 攻击力是1600 手背力是600 他的后续效果是 之后可以将和对象卡和送目卡 不同种类的电脑界卡片 一张从牌组加入手牌 简单的来说就是点一张 丢一张 特招之后再抓一张 在这边点、丢、抓三种种类要不同 刚好是一怪一魔一现 比方说你点魔法的话 就要丢陷阱抓怪兽 或是丢怪兽抓陷阱 那如果说你点的是怪兽的话 就要丢魔法抓陷阱 或是丢陷阱抓魔法 总共有六种组合 总之你的点、丢、抓三种种类都要不同 那一般来说都是点魔线 然后抓怪兽 这张瑞瑞是核心的运作卡片 它是唯一有办法抓到戒督九龙的怪兽 其实电脑界这副牌的检索点不多 其中瑞瑞就是一个 第二张跟瑞瑞配合的是 电脑界灵、灵灵、六星的地属性幻龙族 非协调怪 攻击是1800 首飞是600 它特招之后的后续效果是 之后可以将和对象卡和送目卡 不同种类的电脑界卡片一张 从牌组送入墓地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点一张 丢一张 特招之后再丢一张 一样是点丢再丢 三种种类要不同 刚好是一怪一魔一现 零零发动一次效果可以堆目两样卡片 电脑界的魔线在目的里面都会有目的效果 零零主要就是用来发挥它们的目的效果用的 像等下会介绍到的电脑界门玄武 还有电脑界门青龙 都是有目的效果的卡片 第三张 电脑界智、智智 三星的地属性幻龙族 攻击是1000 首飞是1600 它的后续效果是 这个回合的结束阶段 可以将我方目的一张 电脑界怪兽加入手牌 简单来说就是点一张 丢一张 结束阶段回收目的一张怪兽 好那这边要注意的点是 效果适用之后 即使智智离开了目的 还是会处理它的效果 比方说你的智智又被复活上场 或是被除外掉 结束阶段还是会减一张回来 它的好处就是 它回收怪兽跟点和丢的种类都无关 你可以点怪兽丢魔法 然后结束阶段还是可以回收怪兽 这样子回收怪兽 比方说你回收的是锐锐的话 就可以确保你下一回合可以再度的展开 是电脑界这副牌本家的续战力来源 第四张 电脑界物老老 风属性超能足六星的协调怪兽 它的后续效果是 之后可以将和宋目怪兽卡名不同的 电脑界怪兽 一体从我方目的 效果无效守备表示特殊召唤 简单来说就是 点一张丢一张 特招之后 复活一张本家的怪兽 那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限制和宋目怪兽卡名不同 所以你不能够复活 自己丢下去的那只怪兽 必须要复活别种的电脑界怪兽 比方说你用了老老的效果丢了娘娘进墓地 你这个后续效果就不能够复活娘娘起来 再来就是它的自身特招跟复活是分段处理的 先送墓并且特殊召唤到场上 之后才处理它的复活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丢娘娘 然后复活自制 娘娘在墓地存在的话 有三星的怪兽特招成功 可以再从自己的墓地起跳 你可以利用老老丢娘娘 然后老老的效果复活自制 之后呢 因为自制的效果触发了墓地娘娘的效果 可以再让娘娘特招上来 一卡可以制造蛮多的特招点 是本家里面做招常用的一张重要卡片 大概理解之后 你就会知道这些永续模线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当场上有一张永续模线的话 就好像是他们四只怪兽的传送门 你只要用他们的手牌效果 点场上的这张永续模线 再从牌组送墓一张不同种类的电脑界卡片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都特招到场上 可以连续的特招你手牌里面的怪兽 到场上进行同步召唤或是超量召唤 第五张是电脑戒机娘娘 三星风属性超能族攻守都是1500 此卡名的效果一合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 此卡在目的存在时 自己场上有三星怪兽召唤特殊召唤的场合可以发动 这张卡从目的特殊召唤 以此效果特招的此卡视为协调 离场除外 之后有共同的特招限制 第二个效果 这张卡被除外的场合 以被除外的一张卡片为对象发动 那张卡回到牌组 这张娘娘是很重要的目的辅助特招点 它是超能族三星 可以用紧急瞬移从牌组里面特招出来 它的一效果是令其连锁发动 比方说你下一张三星的怪兽 就可以发动目的里面娘娘的效果 把它自己给特招上场 特招之后会变成协调怪 只能够当作协调使用 并不是双重身份 所以有的时候电脑界会有协调怪太多的问题 是用效果之后离场要除外 不过这个离场除外 反而是它可以触发它的二效果 第二效果 当娘娘自身被除外的场合 可以把除外区的一张卡片回到牌组 这个效果是可以选择里测除外的卡片的 比方说你在开局的时候 使用了强欲而贪欲之狐 除外的十张 之后如果有用到娘娘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重要的卡片回到你的牌组里面 那因为这张很重要 几乎每个人的电脑界都必须要放两三张的娘娘 导致说它的价钱一直在涨 复刻成半转版本之后反而是更贵了 这张的重要性在于说它是一个目的之源 你可以先利用电脑界怪兽把娘娘给堆进目的 之后呢再召唤特招三星的怪兽 比方说这张电脑界自制 特招成功之后呢 就可以触发娘娘的效果 从目的里面特招上来 变成一个协调怪 你就可以用这样两只怪兽去做六星的同步召唤 好那尤其是配合这个牢牢 比方说你目的已经有一张三星的自制了 发动一张电脑界的永续魔法 牢牢去点这张魔法卡 可以把娘娘给丢进目的里面 然后牢牢特招出来 之后从目的里面复活这张三星怪兽 因为牢牢的对目的跟特招是不同的时间点 自制上场的场合 娘娘是已经在目的里面了 可以触发娘娘的效果 从目的给特招上来 一下子就制造出了一张三星协调 一张六星协调 跟一张三星的非协调怪 第六张电脑界场兔兔 它是六星的地属性幻龙族 第一个效果 我方场上没有怪兽 或是只有超能族或幻龙族怪兽的场合 直卡可以不解放召唤 那因为它是六星怪兽 通常召唤是需要解放一只的 假如说我场上是空场或是本家怪的话 可以直接从手牌召唤这张兔兔 不需要祭品 方便让我方出现第一只电脑界怪兽来点 第二个效果 此卡在目的存在 舍弃手牌超能族幻龙族怪兽一体可以发动 此卡视为协调特殊召唤 离场要除外 之后有共通的特招限制 这个跟娘娘并不一样 它是一个目的的启动效果 要主动的发动 丢手牌一张本家怪让兔兔给起跳 这张兔兔主要的用途是外挂给圆龙星 圆龙星有一个效果 可以从牌组里面送目幻龙族怪兽 自己改变它的等级 本家的手牌其实没有那么多 所以使用到机会不大 一般来说都没有投入这张 再来是模线的部分 第一张电脑戒督九龙 这张是非常关键的一张通常魔法卡 牌组电脑戒门一张 在我方的模线区 表测表示放置 之后根据我方的电脑戒门卡片 可以适用以下的效果 电脑戒门就是它这个系列的永续模线 那这张九龙就是用来把牌组里面的电脑戒门 给开出来的 适用的效果如下 场上有两枚以上的话 这回合我方场上电脑戒怪兽攻击力上升200 三枚以上的话 我方牌组上方三张卡送入墓地 四枚的话 从额外牌组特殊召唤最多四体电脑戒怪兽 同名卡最多一张 九龙是一张关键的卡片 它可以直接开出青龙或是朱雀的传送门 方便你手牌的怪兽都特召到场上 后续的效果目前基本上不会用到 除非你场上本来就有电脑戒门 比方说你场上本来就有一张青龙 好那就会适用到两枚以上的效果 但是九龙本身不是电脑戒门 那如果说要适用到三枚以上的话 等于说你场上本来就有两个电脑戒的永续模线 这种状况比较少 但是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 因为它的效果包含了从牌组上方送墓地 还有从额外牌组特殊召唤 所以九龙本身是会被灰流琴或是应战区给妨碍的 不管你的模线区目前有几张 它的效果就是包含了这两个部分 都会被这些手坑给妨碍掉 实在是有一点麻烦的后续效果 第一张电脑戒门青龙永续魔法 一二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是将我方目的一张电脑戒卡除外 以场上表测表示怪兽一体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怪兽这回合效果无效化 这算是一个启动效果 就是要发动的效果 等于是说你必须要先发动青龙 然后青龙在场上再发动它的效果 那它的代价是将目的一张电脑戒卡给除外 可以除外怪兽或是魔线都可以 场上任何一体怪兽的效果无效化 在后攻截场是相当重要的 比方说对方场上订了一张光战车 你就会需要用到青龙把对方的战车给无效化 让你可以顺利的做招 不止如此 它也可以无效自己场上的怪兽 这个会用到的状况就是 你需要把怪兽放到除外区 去触发娘娘或者是猪雀的效果使用 假如说你以电脑戒督九龙设置青龙的话 也可以直接除外九龙作为代价 第二个效果是它比较重要的效果 将目的的磁卡除外可以发动 电脑戒怪兽一体加欧手牌之后送目一张手牌 一个可以从目的除外检索的效果 先检索再送目手牌 是重要的检索点 那这张青龙用法是这样子 比方说你点了一张永续陷阱 可以把青龙给送到目的 这边的话瑞瑞上场会抓一张 比方说你抓娘娘到手牌 接下来在发动目的里面青龙的效果 把它给除外掉 抓一张自制到手牌 然后把娘娘给丢到目的里面去 这样子抓到了自制 就可以利用场上的两张卡片作为传送门 再特殊召唤上场 然后可以触发目的里面 你刚刚丢掉的娘娘的效果 所以青龙就是这副牌组里面 除了瑞瑞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检索点 第二张电脑戒门朱雀 永续陷阱 一二效果一回二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是 以场上一张表册表示卡片 为对象可以发动 我方除外区两张电脑戒卡片 回到牌组 同名最多一张 之后对象卡片破坏 这个是一个干扰用的效果 它的效果处理事序是 先洗回去再破坏对象卡片 这有两个作用 一方面是填充你自己的牌组 作为你之后要发动 电脑戒怪兽效果的用途 另外一个作用是 把你重要的电脑戒怪兽 给回收到牌组里面去 让它可以再被检索出来 那破坏对象卡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怪兽或是魔线 双方场上的表册卡都可以选 可以用这个朱雀来破解 祭波或是王公赐命 等等一些麻烦的永续陷阱 好那在本家的做招过程之中 通常是青龙跟娘娘会在除外区 就利用这些作为朱雀的弹药 把它们给回到牌组里面 第二个效果 我方主要阶段将目的的磁卡除外 以我方场上一张电脑戒怪兽 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怪兽这回合等级或是阶级 上升3或是下降3 这个目的效果用来调节 本家的怪兽等级或是阶级 调整怪兽等级的话 你可以做同步召唤 或是超量召唤 调整阶级的话 你可以把3阶变成6阶 就可以在上叠迅雷骑士 虽然说它是陷阱卡 这个效果是恶速效果 但是它已经绑定了 只能在我方的主要阶段发动 不能在对手回合使用 好那如果说是选择三星 或是三阶的怪兽的话 只能升不能降 因为不能够降成等级零 好那这个恶效果 其实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可以用来配合一效果 一效果没有说不能洗猪雀 场上有一张猪雀 目的也有一张猪雀的话 你可以把目的的猪雀除外掉 作为一个除外区的弹药 让你场上的猪雀 可以顺利的发动效果 第三张电脑戒门玄武 一样是永续陷阱 斯卡明的卡一回合只能发动一张 斯卡明的一二效果一回合 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 我方场上有其他电脑戒门卡存在 双方战斗阶段 以场上表测表示的 一体怪兽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怪兽表示形式变更 可以从弓转手或是手转弓 好那注意一下 你的对象只能选表测表示 然后场上要有其他电脑戒门 在战斗阶段转形式的话 可以把低攻击力的怪兽 转成攻击 然后回杀对手 或是把对手的高攻击力怪兽 转守备 避免对手直击出天庭号 那也可以转自己的怪 比方说你被丢陨石 场上有一支很大的陨石token 但是对手让你是摆成守备表示 你可以利用这个玄武 把陨石token给站起来去打对手 这个效果的好处是没有代价 还算有用的一个效果 好那主要会用到的是 玄武的第二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是目的效果 我方主要阶段将此卡从目的除外 以我方目的电脑界怪兽 一体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怪兽效果无效特殊召唤 之后手牌一张送目 这个目的效果可以复活本家的怪兽 多一个特招点 手牌送目你可以送目青龙 或是娘娘 到目的都有效果可以用 特招怪兽的效果会无效 但是你可以把它拿去作为同步 或是超量的素材 要注意的是 在领手牌的时候 是不能够发动这个效果的 是在连锁中 怪兽如果没有特招成功的话 是不用送目自己的手牌的 还有就是如果是在连锁之中 你的手牌才因为卡片效果消失的话 你选择目标怪兽依然是会先特招上场 之后手牌送目的效果就不会处理 这也是分段效果它的原则 那张玄武是非常有用的哦 比方说你用瑞瑞点一张青龙 然后从牌组里面丢一张玄武进目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目的就多了一个特招点 之后你可以把这个玄武直接除外掉 然后从目的里面复活一张怪兽 跟瑞瑞去做同步召唤 或是超量召唤 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系列的额外怪兽 第一张是六星的电脑介兽 救救 六星风属性超能组攻击力2400 守备力1700 素材是泛用素材 二效果一盒而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是原本种族属性相同 卡名相逸的怪兽 在我方目的存在两体以上 场上的磁卡不会被战斗效果破坏 好这是永续效果 在我方的目的里面 如果有一组同属性同种族的怪兽 他会得到破坏抗性 不会被战斗或效果破坏 例如像是目的里面有存在瑞瑞跟娘娘 两个都是风属性超能组的话 舅舅就不会被破坏 这个在之前的环境里面很重要 因为之前的环境大家都会放教导惩戒这张卡片 那他这个破坏抗性就刚好可以阻止对手破坏他 第二个效果 将原本种族属性相同 卡名相逸的怪兽两体从我方目的除外 以场上一张卡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卡片送目 这是一个启动效果 一速的 他要把一组同属性同种族的怪兽 从目的里面除外作为代价 然后送目场上的一张卡片 可以送目怪兽或是魔线 用来解超雷龙或是消心机神 这种有抗性的怪兽 再很重要的一点是 他是本家唯一的六星同步怪兽 六星的话是很重要一个跳板 第二张是电脑戒狐仙仙 一样是风属性超能组九星的同步怪兽 攻击力是两千八 守备力是两千四 一样是泛用素材 二三效果一回合可以各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 场上送入目的的卡 不会送入目的而改成除外 本家的小暗爪 对现在的环境主流很多都有干扰的能力 那也因为场上没有办法送目的关系 会卡到黄金青的目的起跳 他没有办法将场上的魔线送目作为代价 同理其他以场上送目作为代价的效果 也都是不能发动的 他的范围只有在场上 从手牌送目跟从牌组送目 或是从额外牌组送目 都会正常的送入目的 第二个效果 我方怪兽攻击宣言时可以发动 除外区一体怪兽回到目的 这个是在攻宣时发动的诱发效果 还没有进入伤害步骤 你可以利用这个效果 把你除外掉的青龙或是娘娘 送回到目的 再次发挥他们的目的效果 好那这个二效果 没有限定说一定要先先本人去攻击 旁边的怪兽去攻击宣言的话 先先也可以触发这个效果 不过一回合只能够使用一次 第三个效果 将磁卡以外原本种族属性不同的两体怪兽 从我方目的除外可以发动 磁卡从目的特殊召唤 这个效果不能够再送入目的的当回合发动 这是一个自体起跳效果 它是狐仙 它有九条命 可以一直从目的复活上场 这边的代价需要除外 种族跟属性都不同 比方说锐锐加零零 风属性超能族加地属性幻龙族 这样子才符合它除外的条件 如果你目的资源够的话 狐仙都可以一直的起跳 最好用的是拿那些手坑来去移除 比方说真植居家灰流 你这些用过之后 可以把它用来当成先先的肥料 让先先从目的里面起跳 好那因为它是泛用素材 所以不止电脑界本家可以用 现在的话还有水晶技巧的展开牌 都会利用先先当成一个 九星的定场怪兽 好那接下来是本家的超量怪兽 四圣兽 第一张电脑界龙龙龙 三阶级的地属性幻龙族 攻击是2400 守备力是2000 超量素材的要求非常的严苛 要同种族同属性的 等级三怪兽两体以上 第一个效果是 拥有超量素材的磁卡 不会成为对方的效果对象 第二个效果是 对方场上有表射表示怪兽存在 对方将对方场上不存在属性相同的怪兽效果发动时 将磁卡两个超量素材取出可以发动 该发动无效 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对方场上有一只怪兽存在 那对方要发动一张怪兽效果 假如说对方发动了那张怪兽效果 在他场上没有同样属性的怪兽的话 龙龙就可以把它给无效掉 比方说对方场上站着一张教导圣女 对方要发动手牌里面的教导骑士的话 因为场上已经有光属性的怪兽了 所以龙龙就没有办法把那张骑士的效果给无效 好那反之假如说对方要发动真直的G的效果 因为场上不存在地属性怪兽 所以龙龙就可以将它给无效 那这边的话效果非常局限 要对方场上没有 代表说怪兽只要是上场之后才发动效果 龙龙就没有办法把他无效了 而且他的超量素材也非常的不方便 本家你要叠龙龙出来的话 只有用瑞瑞跟娘娘 所以这张卡基本上是不会投入了 第二张电脑戒甲 甲甲它是玄武 三阶级的超量怪兽地属性幻龙组 攻击力是1000手杯力是2400 第一个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把一个素材以我方场上表测表示 怪兽一体为对象可以发动 该怪兽在对手回合结束前不会被战斗破坏 这是一个一速的启动效果 而且是可以选自己场上的任意怪兽 效果会持续到对手回合结束为止 这两回合的期间 那只怪兽都不会被打死 不管是那只怪兽去打别人 还是对手打过来都不会被战斗破坏 一般来说就是用甲甲的一效果 指他自己用甲甲去攻击对方的怪兽 再组接二上叠天庭号 第二个效果一回合一次 原本种族属性的怪兽在我方目的存在两体以上 史卡和对方怪兽战斗的伤害计算后可以发动 该对方怪兽除外 他的条件就跟舅舅一样 是要同属性同种族的一组在目的 好那这边只影响到对方怪兽 战斗的结果是要照常计算的 对方的攻击力超过他的话 他还是会被打死 所以你可以先用一的效果保护自己 不会被战斗破坏 再用二的效果去打对方的怪兽 把对方怪兽给除外掉 然后组接二再上叠天庭号 第三支是电脑界黄 黄黄就是猪雀 阶级6的超样怪兽 地属性幻龙组 攻击力是2600 守备力2000 他也是泛用素材 二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个效果是 一回合一次拔出词卡两个超样素材 以对方场上表册表示卡一张 和我方或对方目的一张卡为对象可以发动 那些卡除外 拔两个素材可以除外场上表册跟目的各一张卡片 是电脑界的主力结场卡 第二个效果 超量召唤的词卡被对方的攻击 或是对方效果破坏的场合可以发动 种族属性相同的电脑界怪兽两体 从牌组特殊召唤 自己攻击过去被打死的话是不算的 是不能够发动的 而且要跳一组同属性同种族 不过他没有限制说卡名要不一样 可以跳两只娘娘 两只瑞瑞 或是说瑞瑞加老老 或是自自加零零 等等的组合 这张是还蛮重要的 在后宫的状况之下 他有很大的杀伤力 尤其是第一个效果 他一次除外两张 对于黄金青的资源运转 是有很大的干扰 以上五只就是 这次电脑界所出的额外怪兽 看起来好像细节很多不太好记 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边整理一下 只有仙仙他的效果是要求 要不同种族不同属性 仙仙本身的效果是场上的小暗爪 还可以在目的自体输身 其他的额外怪兽 他们的要求都是要同属性同种族 比方说这个旧旧 就是要目的有同属性同种族 才有得到抗性 那这个龙龙的话 他是超样素材 要同属性同种族 甲甲的话 也是目的要同属性同种族 才可以得到结场的效果 再来黄黄的牌组特招效果 也是要同属性同种族 那他本身的作用 是除外表测加目的的卡片 其实没有很困难 很快就可以理解 重点是这些怪兽 除了仙仙以外 他们都不是用来定场的作用 他们都是用来结场的作用 那真正电脑界 他要定场的怪兽是什么呢 就是这张 真龙黄法王兽 BFD 暗属性换龙 主攻守都是3000 超量素材是等级9的怪兽 2体以上 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拔除此卡一个超量素材 并宣言一个属性来发动 到那个回合结束为止 场上所有的怪兽 变成宣言的属性 那个属性的对手怪兽 效果不能够发动 也不能进行攻击 第二效果不会在这副牌组用到 就不讲了 这张法王兽 他是目前最强的 9阶级定场怪兽 而且是电脑界的主力定场怪 他的第一个效果是恶速的 翻译没有写进去 但是在原文里面是有的 这个效果在对手回合也可以发动 效果适用之后 可以封锁对手整回合 那个属性的怪兽效果 比方说你宣言暗属性 对方在那个回合 就是不能够发动 暗属性的怪兽效果 包含说从手牌 从墓地 从场上都不能够发动 暗属性的怪兽效果 而且场上的所有怪兽 都会变成暗属性 意思就是说 怪兽出场之后 他也会受到法王兽的影响 变得不能够发动效果 也不能够进行攻击 那要注意的是 法王兽是让对手不能够发动 如果说怪兽效果已经发动的话 法王兽是不会让他无效的 而且不用发动的效果 比方说怪兽的永续效果 会正常的适用 比方说你法王兽在场上 对方特招一张恐龙摔角手 然后他发动恐龙摔角手的效果 解放自己破坏法王兽 假如说你连锁2 连锁法王兽的效果的话 那张恐龙摔角手的效果 还是正常的适用 只是对手后续不能够 再发动你所宣言的属性的怪兽效果 所以他只有让怪兽 不能够发动的能力 没有让怪兽效果无效的能力 再还有一点是 双方场上的属性都会变 但是手牌跟目的的属性都不会变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先人的属性不能够乱宣 假如说对方的牌组里面 有很多的手牌效果的话 你没有宣到正确的属性 对方的手牌效果 还是可以继续的发动 比方说双方都是电脑界 你的VFD宣言的光属性 那他只是不能够使用 光属性的怪兽效果 手牌里面的风属性跟地属性 都可以正常的发动效果 也会正常的处理 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破局 并且反定一张VFD在场上 还有就是对黄金青 比方说你没有宣光属性 你宣别的属性 那他还是可以发动 手牌里面黄金青的效果 不用黄金青来送目你的法王兽 又或者是说对雷龙 这种有双属性的牌组 假如说你宣了暗属性 那就是他不能够发动暗属性的效果 不过光属性的雷元龙跟雷鸟龙 还是可以正常的发动效果 所以法王兽在使用上 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虽然说他很强 但是如果说用的不好的话 也是会变得很容易就被破解 那这副牌怪兽等级 都是3或是6 同步跟超量也都是6或是9 假设说我们手牌只有瑞瑞跟九龙 首先你发动这个九龙 在场上放置一张电脑界门 比方说放置这个朱雀的门 发动这个瑞瑞的效果 点丢抓 点这个朱雀门 从牌组里面丢青龙 上场之后就可以再抓一张怪 因为你点陷阱丢魔法 可以抓怪兽 就抓这个自制到手牌 接下来你发动青龙的目的效果 把青龙给除外掉 牌组里面的牢练加入手牌 手牌里面的自制给送入目的 再用牢练去点这个朱雀门 牌组里面丢一张娘娘到目的里面去 牢练就可以从手牌特殊召喚到场上 特召成功之后呢 可以再复活目的一张 把刚刚的自制给复活起来 自制上场之后呢 就可以触发娘娘的效果 娘娘自己再爬起来变成协调怪 那这样子的话 这边有三星加三星的六星同步素材 然后六星同步怪 再跟瑞瑞去同步九星的怪 再出一张三星的怪兽 跟老老去同步九星的怪 就有了九阶级的操量素材 可以出真龙皇法王兽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运作 利用你场上的传送门 去传送你手牌的怪兽 再做后续的同步跟操量 那当然不一定要用这个电脑戒督九龙 你也可以用通常召唤的方式 让你场上有电脑界的怪兽 也可以作为传送门 给你手牌里面的怪兽来点 好那我们到此为止 总结一下 所有电脑界怪兽的效果 四张电脑界的主力怪兽 他们效果都一样 都是同样的分段效果 选择场上一张电脑界卡片 作为对象 从牌组里面丢一张 不同种类的卡片 之后自己从手牌特殊召唤出来 适用他们的后续效果 总而言之就是三个步骤 点丢还有特招跟后续效果 这张瑞瑞他的效果是点丢抓 那注意点丢抓三个分别是要 一怪一模一线 不能够重复种类 这张零零他的效果是点丢再丢 跟瑞瑞是一样的 点丢跟再丢是要模线怪各一 不能够重复种类 再来是这张老老 他的效果是点丢跟复活 老老的复活就跟他丢的种类无关 但是有限制说 复活的怪不能够跟他丢的是 同样名字的怪兽 再来是自制 他的效果是点丢 在结束阶段回收一张怪 那这个是本家续战力很重要的来源 可以收回你一开始做招的怪兽 来做下一回合的运用 那在目的的运作资源 有娘娘跟兔兔 娘娘的第一个效果是 当三星的怪兽召喚特招成功的话 可以从目的作为协调怪兽起跳上场 因此效果特招的话 离场要除外 第二个效果是 娘娘被除外的场合可以发动 将除外区一张卡片回到牌组 好那再来是六星的兔兔 他的目的效果是 将手牌里面的超能族或是幻龙族怪兽 一张舍弃来发动 从目的变成协调怪兽复活上来 再来是四张魔线 目前有三张电脑戒门 分别是青龙、朱雀跟玄武 电脑戒都九龙 他的效果就是从牌组里面 放置电脑戒门到自己的场上 后续的效果是用来给对方手坑干扰的 实际上并不常用 第一张青龙永续魔法 第一个效果是 除外本家卡片可以无效场上的一张怪兽 第二个效果是将青龙从目的除外 抓一张电脑戒的怪兽 之后再送目一张手牌 再来电脑戒门朱雀 他的效果是选择场上一张表册表示的卡片 将除外区的两张电脑戒卡片洗回牌组 将对象卡片给破坏掉 可以用来解场 也可以用来破解对手的永续魔线 他的目的效果是 在主要阶段除外 选择我方场上一张电脑戒怪兽 调整他的等级或是阶级 加三或是减三 再来电脑戒门玄武 他的效果是在战斗阶段才可以发动 至于场上有其他电脑戒门存在的场合 可以改变一张表册怪兽的表示形式 他的目的效果是 在自己主要阶段 将这张卡从目的除外 复活目的一张电脑戒怪兽 效果无效化特召到场上 之后再从手牌送一张卡片去目的 其中青龙跟玄武 他们的目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会利用本家怪 把他们早期的丢到目的里面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些 会放在额外牌组的辅助卡片 前面有讲过这个系列都是三星怪或是六星怪 所以他们的同步跟超量 也都是369这三个数字 首先是最常用到的六星同步怪兽 星辰充能战士 同步召唤成功可以发动 抽一张牌 并且还有一个效果是 可以打对方全场的特招怪兽 这个常是第一只出来的 因为他是六星的非协调 可以在跟旁边的协调怪 进行九星的同步 再来是这张六星的同步协调 胡之龙 一回合一次可以舍弃一张手牌 选择对方场上一张卡片 为对象来发动 那张卡片破坏 第二个效果是 同步召唤的这张卡 送目的的场合可以发动 从牌组抽一张牌 跟星辰充能战士一样有补牌的效果 但是协调怪兽这个身份也还蛮重要的 可以在进一步的跟非协调怪兽 进行同步召唤 再来是九星的同步怪兽 饥饿龙 同步召唤成功的话 可以依照协调以外的数量来抽牌 比方说你用一张三星的协调怪 再加一张六星的非协调怪 那他就是可以抽一张牌 攻守会上升五百 乘以自己的手牌数量 第三个效果是 舍弃两张手牌 场上一张卡片为对象来发动 那张卡片破坏 这个效果在对手回合也可以使用 是一个恶数效果 这边的三张 星辰充能战士 胡之龙跟饥饿龙 三张同步怪兽都有补牌的能力 是电脑界最常掀出的同步怪兽 再来是这张九星的浮夜城 它的效果是同步召唤成功时 可以从目的选择一张九星的怪兽 特殊召唤到自己场上 浮夜城自己存在场上的场合 当回合出场的八星以下的怪兽都不能够攻击 在后面的combo里面会讲到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防陨石 比方说对方先砸陨石 把你的饥饿龙给解放掉 你可以再利用剩余的同步点 把浮夜城给叫出来 就可以复活你的饥饿龙 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的 做出法王兽VFD 再来是九星的同步怪兽 岩属性机械组的卓吟基龙 效果是一回合一次 从自己的手牌目的 或者是自己场上表射表示的怪兽之中 将一张协调怪兽给除外 场上的卡片一张为对象来发动 那张卡片破坏 是一个很简单的结场效果 可以用来破除对方的防御怪兽 第二个效果是 同步召唤的卓吟基龙 被效果破坏的场合可以发动 将自己除外区的一张协调怪兽 加回到自己的手牌 等于是说你用了一效果之后 如果卓吟基龙被效果破坏的话 可以再把你除外掉的那张代价怪兽给收回来 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它可以自爆 自爆之后你就可以变相的 回收你目的里面的协调怪兽 比方说在后期 你想要回收牢牢来继续做招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使用 那再来是九星的同步怪兽 冰结界之龙三叉戟 同步召唤进场 可以将对方手牌场上目的各选一张除外 三叉戟比较麻烦的就是 它需要协调怪 再加上非协调怪兽要两体以上 在电脑戒本家里面 其实比较多的是协调怪 三叉戟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好出的 比较容易凑齐的状况就是 你用朱雀的效果把零零降成三星 跟旁边的瑞瑞跟自治来同步 再来是这张水晶技巧金屋戒龙 同样是九星的同步怪兽 但是它的素材就不一样 它要协调两体 再加上一只非协调怪 比三叉戟好出了很多 它的效果是同步召唤成功场合 依照同步素材的怪兽数量 选择对方场上和目的的怪兽除外 它就跟三叉戟不一样 它是场合型选发 不会有错过时机的问题 但是它是指定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怪兽 有指定抗性的话 就没有办法用金屋戒龙 把它给除外掉 金屋戒龙的第二个效果是 同步召唤的此卡因为战斗或是效果破坏场合 可以将自己或是对手除外区的怪兽一体为对象来发动 那张怪兽会在自己场上特殊召唤 最后一张是十二星的同步怪兽 延斩机莫西格马 效果是放在额外格的场合 它不会受到斩机以外的卡片的效果影响 放在额外格有一个无敌的抗性 对手很难解得掉它 另外一个效果是在额外格的话 打对方的怪兽可以给予两倍的战斗伤害 配合六阶级的超样怪兽 彼岸超霍普 做出六千的打点 不过现在这张比较少爱投入了 因为它在环境里面没有很大的压制力 再来是超样怪兽的辅助单卡 先从三阶级的超样怪兽讲起 幻影骑士团断剑 效果是把一个素材双方场上各一张卡片破坏 可以用来破坏自己的青龙跟对方的怪兽 第二张是土腾鸟 它的素材绑定要用风鼠星怪兽乘以两体 把两个素材可以无效魔法陷阱的卡片发动 这个在一开始会有人放 不过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 在六阶级的超样怪兽有 永远的淑女 二素的从牌组送目一张任意的卡片 可以用来堆青龙、娘娘或是玄武 还有这个M7星圣 它的效果是拔一个素材 选双方场上或是目的的一张怪兽回到手牌 可以用来弹对方场上的定场怪 或是回收自己的手坑使用 再来是六阶级的No.39 希望皇超越霍普 它的效果是超样成功时可以发动 好让对方场上的怪兽的攻击力全部归零 是永久归零不会回复 可以用来配合星辰冲能战士他打全场的效果 或是配合斩击墨西格马的效果来回杀 再来是七阶级的迅雷骑士盖亚 他也可以在阶级六的怪兽上面上叠 那他的效果很简单就只是贯穿而已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增加天庭号的素材 多叠一次就多了一次发效果的机会 再来是九阶级的幻子力空母 他的效果是一回合一次把一个素材选择以下一个效果来发动 第一个选择是对方场上一张卡片除外 第二个选择是对方手牌随机一张除外 第三个是对方的目的卡片一张除外 第四个是对方牌组最上方一张除外 这四个除外效果都是非指定的 好那再来是阶级十二的天庭号 天庭号可以在超量怪兽进行过战斗的那个回合 上叠在自己场上的超量怪兽上面作为超量召唤 好那他的效果是恶速效果 拔除自己两个超量素材 将全场上除了他以外的卡片全部送目的 非常强力的结场效果 而且在一个连锁之中可以复数次发动 好通常是叠到四个素材 比方说你用两只叠六阶级 之后六阶级上叠选择是盖亚 然后盖亚再上叠天庭号 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发动两次效果 而且还可以接连锁 比方说第一次发动效果被对方接泡影之后 你可以直接连锁他的泡影再发动第二次 这样子你第二次的发动就会生效 再来是一些辅助的魔线 比方说这样紧急瞬移 可以从牌组里面特招三星以下的超能组怪兽 可以用来特招瑞瑞或是特招娘娘 再来是抽牌的辅助卡片 强欲而贪欲之狐 将牌组最上方十张卡片里测除外 抽两张牌 他的里测除外是可以用娘娘的效果 把他给救回来的 对电脑界来说补两张牌的效益还蛮高的 再来是三战之财 对方如果在主要阶段有发动过怪兽效果的话 可以发动 选择以下一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是抽两张 第二个效果是非指定的得到对方 场上一张怪兽的控制权 直到这个回合结束为止 抢一张对方的怪兽过来 第三个选择是确认对方的手牌 选择其中一张洗回到对手的牌组里面 他可以让你在被手坑干扰之后 补两张牌可以作为后续的运作用 或是你被一些解不掉的怪兽定场的话 可以把他抓过来 作为你自己的怪兽来使用 比方说你可以用三战之财 抓对手的超量怪来上叠你自己的天庭号 这样子就不用还给对方了 好那大概认识了这些怪兽之后 先讲一下操作重点 先攻场的话就如刚刚我们所说 他的定场目标就是VFD法王兽 在这一期呢 VFD他的定场力其实是无庸置疑的 非常的强 你只要圈对属性 就可以扎实的卡对方一个回合 让他动不起来 然后我方在作招过程之中 又可以补充的资源 所以在线环境中 电脑界一直都是环境的主流 因为展开牌里面 已经没有比VFD更强的一个定场 既然知道我们的目标要定VFD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找自己的传送门 什么叫传送门呢 就是要先让我方场上有第一张出现的电脑界卡片 那要怎么样出现呢 可以利用通常召唤的机会 或是用紧急瞬移 或是用九龙设置牌族里面的永续模线 或是说如果你手牌是青龙的话 就可以直接发动 那开了这个传送门之后呢 你手牌里面的怪兽都可以利用这个传送门特招到场上 所以在一开始做招就先找你的传送门在哪里 场上有了传送门之后 你手牌里面的怪兽都可以去点你场上的第一张电脑界卡片 从手牌特招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确认你手牌还有几个特招点 去思考怎么样凑齐阶级九的怪兽 比方说你一开始发动九龙发动成功 那你现在来的手牌是瑞瑞跟玲玲 那你就要先盘算要怎么样用这两只怪兽 去凑齐阶级九的超量素材 那我们在过程之中要思考的点就是 牌组还有剩下什么目的效果 有目的效果的卡片有青龙 除外可以检索再丢一手牌 朱雀 除外可以调等级 还有玄武 除外可以复活目的的怪 之后再丢一手牌 还有娘娘 在三星的怪兽进场的话可以从目的起跳 因为本家的怪兽有堆目的效果 可以把他们早期的堆到目的里面去 作为你自己的支援点使用 再来就是说这副牌组的检索点 其实只有两个 只有瑞瑞跟青龙 那这两个检索点要怎么样去分配 你要找什么样的卡片 可以让你顺利的展开 还有就是协调怪跟非协调怪的分配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考虑到你后来会进场额外怪的部分 什么时候要先叫星辰冲人战士 那什么时候又要先叫胡之龙 这两个都是要先思考过才能进行操作的 不然这副牌的话 失误的比例是还蛮高的 其实它真的不太好打 那我们电脑界的定场目标 就是有哪一些卡片可以在对手回合 妨碍别人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是法王兽 再来第二重要的是 后台要有一张猪雀 再加上除外区有两张卡片 可以作为猪雀的弹药 有一张猪雀在场上的话 可以把这两张洗回去 然后破坏场上的一张卡 这张猪雀的重要性有很多 首先你可以破坏自己的法王兽 用来躲避对方的无限炮影 或是禁忌的一滴 然后还有就是 当你的法王兽失败 对方通常召唤要开始做招的时候 多了一张猪雀就可以再次的阻止它 那还不只是这样 这副牌其实是还蛮怕永续陷阱卡 比方说技能剥夺之类的 猪雀在后台的话 也可以避免被对手的技能剥夺给破局 这两张定场都做得到之后 你还有多余的资源 好那第三个重要的是 电脑界狐仙仙 猪仙在场上的话 场上送墓的卡片会除外掉 有很多牌组 它的运作方式就是要从场上进入墓地来进行运作 比方说调皮小子之类的 猪仙在场的话 这样子会很大幅度的干扰对方的展开 那也比较不容易累积墓地资源这样 那一般来说资源不会这么多 所以通常都是用猪仙 叠在法王兽下面作为素材 然后用法王兽的效果把它拔掉 然后下一个回合 猪仙在从墓地起跳上来作为达点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在这一期展开牌型只有电脑界能够存活 因为只有电脑界可以很容易的出真龙皇VFD 其他的牌组要出VFD都会耗掉大量的资源 而电脑界的牌组出VFD不但不会消耗资源 有的时候还会补充自己的资源 这是他强势的原因 那我们成功定出VFD之后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VFD何时要发动效果 一般来说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在准备阶段的时候 直接发动VFD的效果 另外一个选择是等对方出第一只怪兽才发动VFD的效果 这两个选择都有各自的原因 在实战上要根据对方的类型做调整 比方说为什么会在准备阶段要发动呢 是因为对方有可能会有三战之财 如果在主要阶段发动的话 会让他达成三战之财发动的条件 再来是也有可能会有海龟坏兽 假如说在准备阶段不发动的话 进入主要阶段对手有优先权 他可能就先丢一张海龟出来 就把你的VFD给吃掉了 好那因为海龟特招是没有连锁点的哦 被吃掉就是被吃掉了 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当对方下了第一张怪兽之后 才发动VFD的效果 主要就是在防范右边这两张卡片 如果说对手场上没有卡片的话 他可以从手排发动这个无限泡影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你发动VFD的效果 对方连锁了PSY 这样子你的VFD就被无效病破坏了 等于说就没有办法定场到对手 这两张卡片 无限泡影跟PSY 他的发动都有条件 对方场上出了第一张怪兽之后 这两张卡就不能够发动 就可以放心的开VFD的效果 大概就是这两个时间点在选而已 那假如说你后台有一张猪鹊的话 就可以免除掉无限泡影的这个顾虑 比方说你VFD发动效果 对方连锁你无限泡影 你可以再连锁你的猪鹊 把你的VFD自己给破坏掉 使得说无限泡影失去的对象 就不处理他的效果 但是防范兽的效果还是正常的处理 就一样可以封得到对手 不过现在赛场环境上面的 无限泡影是比较少了 大部分人都放这个PSY 假如说是后宫场的话 因为电脑界是一个 有很多特招点的牌组 后宫场的话 你就是要以你的特招点 去把对方的坑给踩完 然后用他的怪兽结场 找到机会就出一排怪兽回杀对手 或者是说反定一张天庭号在场上 所谓的怪兽结场 有这几张可以选择 比方说卓音基隆 九星的同步怪兽 可以破坏场上一张卡片 然后星圣M7 可以弹轴场上一张卡片 然后电脑界本家的黄黄 可以除外对手表册表示 跟目的的一张卡片 那你就想办法把对方的场面给解掉 之后呢 用超样怪兽打对方一下 主接二再上叠这个天庭号 天庭号他有定场跟结场的双重作用 后宫就是靠他来反定对手 讲起来很容易啦 不过实际上做起来是还蛮困难的 你要在怎么样的时机点活用他们 其实要实战经验比较多了 才比较能够体会 观念都有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怎么样打电脑界的松果弹斗闪电边 这个展开路径其实非常的复杂 总共有十几条 全部的组合都已经放在网站上面了 就列举比较重要的几条作为示范来用 首先是手牌最好的状况 有瑞瑞加九龙再加上一张手牌 这边的展开路径都会需要外加一张手牌 因为你的目的的青龙要能够检索 效果会丢你自己的一张手牌 瑞瑞加九龙再加一张手牌 可以做到VFD加朱雀 然后会抽两张目的还有青龙 再加上瑞瑞会回首 开局是瑞瑞加九龙再加上一张手牌 那先发动九龙设置朱雀到场上 好接下来瑞瑞发动效果 点陷阱丢魔法 然后抓怪兽 好那这边一定要丢青龙才可以抓怪 好这边抓到玲玲 然后玲玲再点这张朱雀 好可以再丢一张魔法 然后再堆一张怪兽 这边堆娘娘进去 好那接下来发动青龙的效果 抓一张自制 然后丢一张手牌 自制再点这个玲玲 可以丢一张朱雀下去 好那这边的话 特造到场上 娘娘可以从墓地来起跳 好接下来六星同步 星辰冲能战士抽一张 然后用这个朱雀 把它变成九星 然后娘娘再跟星辰冲能 再同步变成九星 饥饿龙可以再抽一张 好最后两只九星的出VFD 结束阶段自制的效果 会把墓地里面的瑞瑞给抓回来 好那我们就再看一次 一开始是九龙加瑞瑞加一张手牌 然后先发动这个朱雀 然后再点丢青龙 然后再抓一张怪 然后再丢一张青龙 然后丢一张娘娘进去 好然后青龙的效果 抓自制 然后自制再特招 触发娘娘的效果起跳 好先六星同步 再九星同步 之后变成九星之后叠VFD 好大概是这样子 好再看最后一次 这边提示一下 现在的电脑界是所有的组合都能够出VFD 只是出的方式不一样 还有补牌的张数不一样 因为现在还多了电脑界门玄武 它的组合就更多了 第二个是00加九龙再加上一张手牌的状况 这个也可以做到跟刚刚一样的阵 好首先一样是发动九龙 然后把珠雀设置到场上 再发动00效果丢青龙 然后再丢娘娘 好再发动青龙的效果 把瑞瑞抓到手牌 之后发动瑞瑞的效果 再丢一张青龙 瑞瑞抓了一张自制之后呢 再发动自制效果 同样是堆珠雀下去 然后让娘娘起跳 同步这个星辰充能 后面就跟刚刚都一样了 再看一次 好发动这个珠雀 然后00效果丢青龙进去 再丢娘娘进去 然后青龙抓瑞瑞 然后瑞瑞在发动效果 然后抓自制 自制在发动效果特招 然后触发娘娘的目的效果起跳 之后做六星 再做九星 然后再调整星数 就可以叠VFD 好就换对手 一样是抽了两张 然后目的回收一张 然后场上有VFD加上珠雀 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次 刚刚两个状况都七瘦都有九龙 七瘦如果说是两张怪兽再加上一张手牌的话 好要怎么样做招 这边举的例子是瑞瑞再加上自制 再加上一张手牌 好那首先我们要先找到我们自己的传送门 所以我们这边把自制当作传送门 把它通招下来 然后发动瑞瑞的效果 点怪兽丢魔法 然后抓陷阱 这边抓到的是珠雀 然后发动青龙的效果 把老老抓到手牌 再丢一张手牌下去 抓到老老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场上有一张跳板 所以这边一定要同步电脑界的本家怪兽 电脑界兽救救 这边的话老老就可以把自制给特招上场 好一样丢一张猪雀到墓地 然后同步这个饥饿龙 然后除外猪雀去调整这个救救的等级 好就变成等级9 就可以做VFD 好再把你一开始抓到的猪雀给覆盖下去 这样子就回合结束了 好那这边的话 因为自制作为通招点 没有运用到它的效果 所以就没有办法回收 好那我们再看一次 好通常召唤自制 然后可以让它作为跳板 好然后点怪兽丢魔法抓陷阱 好然后再出这个同步怪 好然后调整等级 最后点VFD 看最后一次 再来就是如果两只怪兽之中 其中一张是娘娘的话 要怎么样做招 这边的话娘娘可以利用它的效果 从墓地在起跳 好可以一张卡变成两个资源点 那我们这边举的是 瑞瑞加娘娘再加上一张手牌 首先我们把这个娘娘通招下来 作为传送门 然后发动瑞瑞效果 点怪兽丢魔法 然后一样是抓陷阱 好那接下来用青龙的效果 抓老老到手牌 然后一样同步这个旧旧 然后再发动老老的效果 丢朱雀去墓地 好就可以复活刚刚的瑞瑞 那这个复活可以再触发娘娘的效果 让她给特招上场 好特招上场之后 你就可以做九星的同步 好最后就会变成这样的场面 一样是因为没有经过自制 所以没有办法回收资源 那总结就是一张VFD 再加上一张猪雀在场上 好我们再看一次 其他还有很多条 大家在自己到网站去看 接下来我们要看 怎么样防范对手的陨石 好你比一路陨石一直以来都是展开牌的大敌 特招超过五次的话 都会符合她的条件 然后把你的定场怪全部都解放掉 变成一个陨石的token 这边电脑界只要有九龙 再加上瑞瑞、零零跟自制 三张本家怪里面 其中两张就可以防止对手陨石进行展开 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老老要留在最后才用 当你开局有九龙的话 等于场上会有一张猪雀的传送门 你可以利用手牌的两个特招点 在五次的特招里面就可以出一张VFD 对方如果砸陨石的话 你就可以发动老老的效果 再做服夜城 把你的九星怪兽给复活起来 叠第二支VFD 这边的举例是 九龙再加瑞瑞再加自制 首先九龙先发动效果 把珠雀放到场上 然后再用瑞瑞效果丢青龙 然后抓玲玲 点陷阱丢魔法 所以抓怪兽 接下来发动玲玲的效果 好再次的点珠雀 然后把娘娘给堆进墓地 再来发动自制的效果 丢珠雀 然后触发娘娘的效果起跳 然后先出这六星 然后再出这九星 这边的话珠雀调整它的等级 变成九星 那就可以先出一张VFD 为了要防陨石 我们的第一张VFD 先宣光属性 假如说对方在这边砸陨石的话 好那你场上就没有VFD了嘛 青龙的效果还在墓地里面没有用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老老给抓出来 好假设说对方用陨石解了这一张VFD的话 我们用老老的效果可以做服夜城 好不过这边它没有丢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张仙仙出来 最终场面就是VFD加猪雀再加仙仙 这应该就是电脑界的最大一个阵 这个combo应该是实战上最常用到的 就是九龙再加上三曲二的组合 好那我们就再看一次 首先开猪雀出来 然后用瑞瑞效果 然后抓零零 然后零零再丢娘娘 然后再用自制效果 这边一定要把猪雀给丢到墓地里面去 才可以调整等级 好这边变成九阶级 然后先宣光属性 好抓老老到手牌 好结束阶段还可以再回收一张 好那我们就再看一次 好那这边的话三曲二其实只有三种组合 不过如果说搭配了紧急瞬移啊 强欲而贪欲之狐的话 这个防允石的展开其实是还蛮好做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combo稍微记一下 在实战上是非常好用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范例牌组 这次放的都是真实比赛的上位牌组 电脑界目前是环境里面的优势主流 所以圆柄图里面还有不少的范例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 每周的超牌区 这边的话就是本家的怪兽 全部都放满三张 三张娘娘 三张自治 三张瑞瑞 三张灵灵 三张老老 然后三张九龙 三张青龙 陷阱卡的话放一张玄武跟两张猪雀 其他的卡片都是泛用卡片 三张狙 三张灰流 三张强欲而贪欲之狐 两张紧急瞬移 三张抹杀指名者 两张墓穴指名者 跟三战之财 额外牌组的部分一张墨西格马 一张狐之龙 一张饥饿龙 一张断剑 一张M7 一张黄黄 一张天庭号 一张仙仙 青城充能战士跟卓云基隆 这个是六星的无限地獄恶魔 他的效果是可以无效对方场上一张怪兽 然后VFD两张 一张扶夜城 一张迅雷骑士 其他的上位牌组的组成也都很相似 其他魔线的比例只有差一张羽毛扫 跟一张三战之财 大概就只有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额外牌组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六星的无限地獄恶魔的位置 换成了No.39 彼岸霍普 然后背牌的部分有一组PSY 一张G 两张陨石 两张圣仪物枪 一张摔角手 两张闪电风暴 两张双龙卷 跟一张杰抗胜负 其实也非常的单纯 全部都是泛用背牌 好另外这个也是比赛上位 可以看到他的组法都是一样 就能够调整的空间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大家的卡表都很类似 操作重点的话 在我们的网站上有更详细的描述 列了十几条可以出VFD的combo 这副牌要上场比赛的话 最好是先对墙壁 练习每一个手牌组合出VFD的过程 就像是当初尼特罗会长一样 一天挥出一万次感谢的政权 一天做一万次感谢的VFD 但是这样子还只是基本功 真正厉害的电脑界玩家 是能够在正确的时机点 活用他所有的同步超量怪兽 适时的针对你的对手 还有先后攻的状况 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实并不容易哦 高手玩家跟新人玩家 打这副电脑界 他的强度是会差很多的 并不是直接无脑的做VFD 这样子就会赢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网路对战影片 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拿 真实比赛影片来做说明 影片网址的话 会放在下面的留言区 第一把电脑界先攻 这边先发动紧急瞬移 从牌组里面特招一张 三星以下超能足怪兽 他特招这个娘娘 然后发动手牌里面 零零的效果点娘娘 丢青龙 所以可以再丢一张陷阱 那他选择不丢 发动青龙效果 除外青龙 抓一张怪兽到手 好抓的是瑞瑞 之后丢一张手牌 把G给送入墓地了 好那因为他手牌有指名者 所以他把G给送墓地 然后发动瑞瑞效果点娘娘 好再从牌组里面送一张 种类不一样的 可以送魔法或陷阱 这边送陷阱 所以可以抓魔法 那这边点怪兽丢陷阱 可以抓魔法 这个是唯一可以检索九龙的方式 好这边就检索了九龙到手牌 先进行同步召唤 同步胡之龙 好然后发动九龙的效果 从牌组设置一张到场上 好设置珠雀 好再发动自制的效果点珠雀 可以丢青龙 然后特招到场上 那结束阶段就可以再回收一张 这个时候墓地里面的娘娘可以触发效果 跳到场上变成一张协调怪 进行同步出饥饿龙 好进场可以抽一张 因为同步非协调素材有一张 所以可以抽一 好对方在连锁选择这张饥饿龙为对象发动效分 好然后胡之龙再加上自制同步先鲜 胡之龙进入目的可以再抽一张牌 好补了第二张牌 好然后再用两张出VFD 好这样子就完成一个定场 然后再覆盖一张回合结束了 结束阶段可以把瑞瑞给回收到手牌 因为自制的效果 好对方耗了一张手牌 所以现在的手牌是五张 直接先跳一个骑士 好给过 因为这个时候场上没有教导怪兽 所以骑士并不能把他无效 好他自己在连锁无限泡影 好想要把法王兽给无效 那这个时候他连锁法王兽 那问对方有没有要对应 好对方选择不对应 好那这个时候解连锁 VFD的效果先生效 骑士再生效再特招到场上来 这时候发动强欲而贪欲之虎 除外十张抽两张 好再来发动三战之财效果 因为对方在主要阶段发动过VFD效果 可以发动效果选择把他给抓过来 或是抽两张 好那他连锁直接用猪雀把自己的VFD给炸掉 好不给对方抓过去 娘娘跟青龙回到牌组里面 好那这边再继续动 然后覆盖了一张牌 好就回合结束了吗 好轮回到电脑界的回合 刚刚有一张瑞瑞被抓回来了 所以现在是瑞瑞再加上猪雀的状况 这边先发动瑞瑞效果点猪雀 点陷阱丢魔法 所以可以抓怪兽 上场之后可以抓一张怪兽到手牌 好他抓的是牢牢 那这边的话目的还有青龙 好这边先发动牢牢效果 又再次点猪雀丢娘娘 然后特招牢牢 然后牢牢进场可以再特招一张 电脑界怪兽特招自制 那这边的话可以触发娘娘的效果 从目的起跳变成协条怪 好然后同步召唤 六星的旧旧 好然后旧旧的效果会用吗 好旧旧的效果除外一组同属性同种族的怪兽 这边除外的是零零跟自制 好将一张卡片给送目的 对方连锁教导骑士 好那再连锁朱雀 好那再连锁无限泡影 从四开始处理先将怪兽给无效掉 并且无效同种猎的这张猪雀 所以三会被无效 然后被无效之后这张教导骑士会留在场上 然后之后处理言锁二 好教导骑士上场 好再发动零零的效果再点一次猪雀 丢娘娘到墓地 那可以再丢一张 那他选择又不丢了 因为已经没有魔法 好用这两只做十二星的同步 好是墨西格马三千攻击力 除外珠雀 将瑞瑞变成等级六 然后两只六星超量召唤 出超越霍普 进场的话会将对方的攻击力都归零 那现在骑士被归零 好墨西格马可以打他六千 好目的里面的先先再除外一组不同属性 不同种族的怪兽起跳 一个两千八的九星的打点 好那战斗阶段 好先先先打守备状态的骑士 把他会打到除外区 然后六千打 然后最后再用两千去打 好第二场是由教导召唤先攻 他召唤阿莱斯特 发动他的效果 被丢灰流 用阿莱斯特一体令可召唤 出独角兔 做安全守卫 然后对方直接丢了圣仪物枪出来 这边轮到电脑界的回合 首先通常召唤娘娘到场上 然后发动瑞瑞效果 选择娘娘为对象 好对方没有对应 好点怪兽丢陷阱 然后可以特招抓魔法 可以抓九龙 好那就抓到九龙之后 好发动九龙的效果 从牌组设置一张朱雀道场上 那手牌里面还有自制 好这边对手也发动了圣仪物枪 这回合不能够使用青龙效果 这边的话瑞瑞先跟娘娘进行同步召唤 六星 做星辰充能战士 可以抽一张 好接下来发动自制的效果 点朱雀 好对方又没有对应 好丢青龙到墓地 好这边可以触发娘娘的特招效果 从墓地起跳 那因为这个回合 他已经不能够除外 所以这张娘娘用完之后 是会回到墓地去的 好对方选择使用尼比鲁 将双方的怪兽全部都解放掉 好变成隐石头肯 被断招了 好结束阶段处理自制的效果 将瑞瑞给收回手牌 那就换对手 好轮回到教导召唤的回合 这边发动暴走魔法阵 抓阿莱斯特 然后通招阿莱斯特效果抓召唤魔术 发动召唤魔术 出外目的的阿莱斯特跟对方一张胜枪出光战车 然后再发动召唤魔术效果 把阿莱斯特给抓回手牌 好然后再发动一张手牌 原本就有的召唤魔术 好再出一张递召唤兽 好这边可能额外没有放第二只光战车吧 好这边特招教导大神官 然后发动效果双方送两张额外去墓地 好送一张女救神一张灰烬龙 好这边送的是一张终身戴化石启事 这样子打就打完了 好第三场是电脑界的先攻 好先发动电脑界都九龙 直接被灰流掉 他连锁的殖民者 好那这边的话 九龙因为有附加效果 所以是会被灰流对应的 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管你后台有几张都是会被对应 好这边的话设置猪雀 好那也胜利的骗掉对方的灰流 那这边零零效果直接点猪雀 好丢青龙到墓地 可以再丢一张怪 好丢娘娘到墓地 好接下来发动青龙的效果 除外掉把瑞瑞抓上手 然后再丢一张手牌 丢掉的是灰流 好然后再发动瑞瑞的效果 选猪雀 丢第二张青龙到墓地 特招上场 可以抓一张怪 好抓到的是自制到手牌 好再发动自制的效果 点瑞瑞丢猪雀到墓地 然后特招到场上 结束阶段可以回收一张 触发墓地里面的娘娘效果 作为协调特招到场上 好那这样子场上就凑齐了两株九星了 还可以再补牌 好先用娘娘加零零 先同步九星做饥饿龙 那可以抽一 那娘娘这个时候会除外掉 好他选择连锁一抽牌 然后连锁二将青龙洗回去 然后再发动朱雀的效果 选择自制上升三星 好再出一张九星 同步先先 好最后叠成VFD 在结束阶段处理自制的效果 我将瑞瑞给回收到手牌就换对手 教导召唤的回合 好这边先发动强欲而贪欲之狐 好他选择要发动VFD的效果 好因为怕对方可能会抽到无限炮影之类的 好那对方给过 那就是这回合他被封了某一个属性 好发动天敌使徒 丢风之天马伊格尼斯 然后抓大神官 好大神官也是效果特招 如果他有宣光的话 这回合是跳不出来 好就覆盖一张 好盖两张后台 然后回合结束 回到回到电脑界的回合 好这边先用00效果点猪雀 好被对方连锁宇宙旋风 好那他再连锁猪雀效果 选宇宇宙旋风把他破坏掉 那可能目标只是想要把他洗回去而已 好那这样子猪雀被除外了 零零卡在手上 好那这些怪兽都有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的 所以用过就不能再用了 好目的两张除外掉 让仙仙起跳 好这边又发动指名者把仙仙给除外 好他再连锁了抹杀指名者 好让对方的墓穴指名者失效 好给过 好这样子仙仙就会成功起跳 好那场上就又有跳板了就可以发动锐锐的效果 好这边的话是丢了青龙抓一张猪雀 然后青龙再发动效果 好再抓一张老老到手牌 然后丢一张手牌 把刚刚没有用到的00给丢掉 好那对方决定投降 因为资源差太多了没有办法打赢 大概打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总而言之这副牌的强度如何呢 先攻的话可以做出VFD 再加上猪雀 过程之中还可以补充你下何何需要的资源 在环境里面先攻的压制力是很高的 后攻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分段效果 使他们有一些些弱点 但是系统内的结伤卡也很多 后攻的强度也不弱 还算蛮强的 支援续战能力的话 额外牌组里面有三个可以抽牌的点 再加上自制、瑞瑞、青龙等等都有续战能力 所以他的续战能力也相当的不错 总评的话大概是95分 这个无庸置疑已经是现环境的最多的主流了 这次的音乐禁卡表也没有动他 估计电脑界的强度还会继续再维持三个月 虽然说电脑界的强度很高 但是操作是不太容易的 需要熟悉同步召唤跟超量召唤 还要懂得分配场上的资源 牌组里面模线的目的效果也要会运用 需要一定程度的练习 适合一些已经有玩一段时间的高手玩家 如果说新手想要练这副电脑界的话 需要有一个人来带你练习 然后指导你哪边做会比较好 这样子才会学得比较快 不然自己摸索的话其实还蛮吃力的 不过这副电脑界现在的强度还是太强了 所以我说这副牌不讲武德 一天到晚订人家VFD 让人家没有办法打牌 所以劝电脑界耗之为之 主流要以和为贵 不要搞窩里豆 那以上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学到不少的话 就帮我们订阅一下频道 开启小铃铛 那么今天就这样 大家拜拜